橘子树 发财树 黄金花 胡芝花 鸡罐花 满江红旺旺来聚宝盆 哇 玉盆盆红黄蓝绿 配上大红灯笼 新年歌 还有笑呵呵的财神爷 嗯 安哥安弟都说 看了心情特别好 其实我很喜欢过年 来到这边我每一年就看到祭祀 大大栗的水果 果汁 大大栗我们看着很开心 我喜欢看这些过年的花 好有气氛的新年气氛 好喜欢逛一下 看看一下 就是满年号我们是想装饰物质 这样看到比较有生气量 过年嘛 就看到这样 好像过年的气氛 业者说这些年花品种 不只来自本地金马伦 还有特别从中国内陆 台湾 泰国进口呢 不过风水盆栽那么多 日益都不一样 到底该怎么选到新头号呢 满堂红呢 如果是给学生的话呢 就是会学生的学业会突飞猛进 学业进步 这个是我们讲的美超树 美超是用它的树皮来做的 所以他们就讲发财树 不过都很喜欢这个 这个是转运竹 那有一些人呢 觉得要把提升自己的运气 那就把一些转运竹在家里 或者是开运竹类 说到转运竹 有些商家也发挥创意 自己改良盆栽 让开运变成大大的聚宝盆 它是有几种招财的植物 组成的 有五尾兰 富贵竹 转运竹 龙头竹 还有莲花竹 华人都喜欢财人滚滚 聚财发财 那除了转运竹 还有它也很受欢迎哦 你看是不是很像 网上摊开的大手呢 这就是招手财神了 做生意的朋友 最喜欢买来放在店门口了 另外常见的银柳 也来个大变身 这个植物原本是叫银柳 经过我们打扮过后 会跟它上色 所以我们叫它柴柳 柴柳的意思就是 可以聚财 聚宝的意思 不过老板 今年是狗年耶 我想要买个 硬姐的狗狗盆栽 有没有啊 狗的样式就是没有 但是类似 名字很像的 好像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旺来 旺来就是黄梨花 旺来 对 所以就有旺 旺旺之意 这个是旺来 这个很奇怪的一件事 它到过年的时候 它就开始变颜色 你看就变粉红色 有两个颜色 你看 红色 这个是很奇怪的 它也是要过年 就是我们讲的旺来 旺来 一个个外形讨好 充满好意头的年花摆设 装饰家居之余 还能增添喜气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买了年花 让家中散发暖暖春意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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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